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条政论 近来不幸地我们看到很多求情的事件 我灵机一动,不是每个人都有钱请律师 你没有的时候怎样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很多这些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请律师做的呢? 不好意思,本视频包括我自己,我都喜欢讲法律 有时这些可能是法律的实用常识 如果你们没有钱请律师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自己求情呢? 是吧?很贵的,你知道请律师 其实律师帮你求情,尤其是大律师 几万元一同,他是最容易赚的 因为大局已定,求情而已 你求情也很讲技巧的,对不对? 求情求得好的时候,轻很多 很遗憾,不好意思,要说一句不好意思 因为我踢白人银食的伎俩 其实是有个官方的 list,没有上网找一下 基本上,求情理由就是离来去的那几招 所以所有多厉害的律师和多差的律师 他又不会多的,又不会少的,是吧? 又不会令你更加轻的,不可以乱讲的,求情理由 当然,最近我们这几天见到袁家蔚求情 说了一些这事外的东西 包括他说结婚 结婚不是一个求情理由,照算是 但说了一个官方好像没有贼他 我只能说不是什么问题的 因为你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求情的,是吧? 那官方不觉得反感,不接你回头 就是他接受,没什么所谓,总有些用 那不是计算的,他整个官方觉得 这个可以轻轻一点,或者这个点几好 但他拿出来说,都可以的,全部是官方的指定 但我们说,基本上求情理由有些有些不是 比如你为了民主,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公义 那些全部都不是,但我们没办法 我们那些正义朋友一定是要讲这些东西 作为这个,因为他要跟社会交代 所以我们见到经常都出现这些所谓求情理由 但不是求情理由的理由 一般而言这些并不是理由,这些是政治见解 当然你同不同意都没用,一代代相传是这样定 官都不会飘离这些议定的原则 另外讲到这里,我也要跟大家讲清楚观念 所以求情理由呢,我们觉得很奇怪 那时候你还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突然间有罪,认了坏了,认了坏了,然后就求情 很多人就因此而觉得不应该求情 那你自己决定吧,你要性格一点,不求情都可以的 历史上很多审判的名案都是不求情 但是求情在英文呢,英文是说metigating factor 或者是accurating factor,加刑的理由和减刑的理由 加刑的理由就是判最高以上,即是向最高的傾斜 就是加刑的理由,即是不是最高之上再加的 重判的理由和轻判的理由,其实就是重判理由和轻判理由 那就比较正常了,所以如果你说我认罪 即是我不认罪,但接着官司就输了 我依然是轻判的,应该这样,其实就不是所谓求情的 当然都是一种求情,特别是通常都要找一大堆品格证人 是吧?写信那些,有些标准都会做 有些我们久不久都会听到的,但基本上都不一定是 比如有严重的疾病,当是另类的事情 是严重的疾病先当是,即是常识,因为你不是严重 或者你基本上在监狱里面和外面都是这样医的 除非最多是出外,保外就医就是国内的观点 其实我们不是很逻辑的,一般是一个放人的理由 多于一个合理的理由,无论他需要医病都是一个理由 弹性很大,但我们说你如果做没有辩方律师 或者你自己来,分别大不大呢?基本上不大 因为在法律里面其实这些factor,加刑的理由和减刑 不是,重判的理由和轻判的理由,其实最好是这样形容的 不是求情理由,可以和求情是无关的,我不是要求情的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钱请律师,这条片你一定要留起它 有空就听一下,或者有事的时候听一下,或者介绍给人听一下 几招的就是原来,真的数了不够十招 刚才那些不是一般出现的,结婚,病,这些是当常识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的,我快要读书,那也是的,这些可以 但是这些你不用和律师说,不是个个人 不是个人都有这些因素可以想的,所以你个别有没有因素 我们见很多都是说,我又准备读书,官又肯接受 但是一般正常的大约是五招,大家记住,性格良好, 知识言,一直行为良好,这叫good character 你见很多人写信,是不是都写,但是其实要一向都好, 认罪态度好,又后悟又负义,基本上是被捕之后,行为也好 行为好即是与警方合作,有些情况如果刑事补偿 我们的政治补偿就是赔偿,赔给受害人,这个不算了 好的性格,有负义,承认错失,对警察admission 即直接节省法庭时间,也节省警察的查案时间 这个作为政策鼓励你这样做,如果你有罪,如果不是有罪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听过很多故事,那些人略干年 很后悔,那些律师不肯叫我认罪,说很轻的,小事 只是解决它,不好的律师真的会这样做,但在原则上 这些不应该做,但这些这样做都不是骗你,因为这样就简单 轻判,但有种案底不对,如果你没有做过一件事,或者你觉得 在法律上不是很成立的,你应该是问另一个律师 不要随便听人说认衰,虽然认衰就是一个求情理由 认衰,合作,和恐慌合作 被逼,这个通常是政治案件不会的,被威逼你有那些 年纪很小,填尼,年纪很老,原来是的 所以我们八、九十岁的人就恶一些,因为求情 不是,减刑理由,不要说求情理由,年纪大,八十岁的人就应该判轻一点 在案件中的角色有限,就是和控方合作好,和警察合作好,和法庭合作好,合作 好了,讲多一次几个招,品格好,富意,和控方合作,或者法庭完全合作 角色轻微,太年轻或者太老,是这几招,是最常见的求情理由 至于其他那些,你想得出的突然间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通常是现在你结婚,或者准备去读书,一般他喜欢考虑也行,不考虑 结婚不关事,结婚不关事,人情上可能要考虑 你读书,他会遷就你,这些我考虑就这么多了,讲来讲去 没有其他东西了,加刑理由,我们见到资峰哥那些 官在头头头小,不是加刑,是判刑较重的理由,也是标准化的 是吧,当你在标准化的时候,是吧,就再犯法了,是吧 或者你手行为期间,或者你缓刑期间,这些一定加你了,加以前那些 以前判刑,照样是,资峰哥就很糟糕了,这件事 当然他的逻辑就是社会公义,公民抗命,跟我们一般的罪案观念 是否应该不同,但是那个官要不理你呢,要加刑的时候 自然就说没关系,是吧,继续犯这个政治罪,是吧 说你了,以前犯过,记得在审判期间不可以提,他以前有没有犯过 但已经定了,就说了,以前有什么犯过犯,一大串的,想轻也难 都是倾向较重的方向去考虑,是吧,认为你会再犯,是吧 会再犯,通常洗心革命,资峰哥,类似,有些人是专业犯罪的 是吧,藏毒或者抢东西,政治那些是否呢,不评论了 当然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叫的,你就说不会的了 以后,但是是人权来的,我再参政又如何呢 就是不会再搞国安了,或者是警告过你,你偏要犯,你的行为有问题 以前有案,或者警方公开警告过你,这些都是会加刑的理由 看一看,当然还有其他个别罪案,那就不说了,例如欺骗受害人 那些是性犯罪案,那些是另外的考虑,我不想说那麽阔了,什麽 教你什麽都,不不不,只得个知识吧,总之 这些你如果看得出新闻多了,他会这样说,简单来说 加上重的方向判,尤其今次你见到那些官,已经是他心里想着重判 他就会提醒你,以前警告过你,以前你又试过,试过几次了 以前很多人警告你,叫你不要再犯这些事情,又犯了,你好像惯性犯这些事情 还有你还未完,上一件案还是守行为期间,那件案还未完 你又有第二件,减,诸如此类 大约是这样,大家记住求情,减刑的理由,加刑的理由,记住减刑 减刑再说一次,精神有问题,原来是,你见很多裁判官不理 他想判你有罪的时候就不理,mental illness or disability,即低智行的人 行为良好,平时行为良好,有费意,就和警方合作,和法定合作 一切显示他不会再犯,或者很年轻,很年老,角色轻微 在罪案里面,就愿意合作,这些都是减刑的理由 大家听听这些,可以专家评估一下,其他罪案好,这件罪案好 他获得在量刑的范围里,轻的因素是什么 本集就没什么价值判断的,纯粹教大家一些法律常识的东西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会